明天,全美三大媒体,将同时直播一场焦点大战,詹姆斯决定三后首次回到克利夫兰,面对自己的老冬家提示。 今日,詹姆已经带领胡云全队抵达了课程,结果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坏消息,好兄弟JR史密斯正式被骑士启用,其实官方和NBA官网同时宣布了这个消息,其实官方公开罚完,感谢JR在过去卫球队和克利夫兰社区做出的贡献,同时感谢JR在2016年总冠军中扮演的角色, 全队都会助JR和他的家人一切顺利,这就意味着,JR在骑士的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,他在骑士效率了四年,本赛季场区6.7分1.6分1.9注攻,目前JR和他的经纪人已经在和球队一起,为他寻求交易,非常遗憾的是,这次回归可乘,张皇和他的兄弟没法再次交手了,目前很多争冠球队, 包括张皇胡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下家,不过想要交易JR,对方起码的拿出跟他四年五千七百万匹配的大合同,其实肯定不愿买断后白白送走他。